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准备一个盆 然后再准备一块干净的抹布 我们往里面加入200毫升的白醋 让白醋把抹布全部浸湿 浸湿之后我们把它扔到洗衣机里面 然后我们开启甩干模式 其实洗衣机最脏的地方就是洗衣机的内桶壁 通过甩干模式可以让醋到达内桶壁的每一个地方 现在已经甩干结束了 我们把它这样静置一个小时 让醋的味道可以挥发 也能够让醋软化内桶外壁上的污垢更容易清除 接着我们往盆里大概倒入500毫升的水 然后往里面再加入50克的小苏打 大概这么多就可以了 然后用手给它搅拌一下 让它溶解的更均匀 然后我们打开洗衣机 往里面加满水 现在洗衣机已经是煎满水了 我们把刚刚调好的这个小苏打水把它倒进来 然后再让洗衣机运转5分钟 这样小苏打就可以到达洗衣机的每一个角落 因为小苏打的成分是碳酸氢钠 它溶于水之后呈现的是弱碱性 能够分解已经形成的水垢污垢 可以看到这个水面上已经飘起来很多污垢了 而且这个水也变得很浑浊了 我们把这个水给它排掉 再把它溶满水 漂洗两次 切记一定要洗两次 这样里面的病菌污垢呢 才会比较彻底的清除了 漂洗完之后呢 看到里面的水变得很清澈了 那就证明咱们这个洗衣机呢 就清理好了 没想到吧 其实咱们家里面的洗衣机呢 也是需要定期清洁的 你看刚刚通过咱们那个妙招的实验呢 可以看出这个洗衣机呢 清理出来了很多的脏东西 所以说为了能够让咱们贴身的衣物 干净卫生 还是赶快去清理一下 你家里的洗衣机吧 那如果你觉得今天小妙招 还不错的话呢 就可以给我们点击 右下角的陶星给我们点个赞哦 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把它分享给你更多的朋友 让它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那如果还想知道更多 免费又实用的小妙招 欢迎关注我们 二压小妙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